留下千载万事骂名的绝不是我金乌珠 这是影视剧里金乌珠的造型 他的汉文名字叫蜿蜒踪笔 他的女真名字叫 与其说这是一个女真名字 更确切的说 他应该是个妻丹名字 这个名字被宋人讹传为金乌珠 他是金太祖弯牙阿古打的第四子 金国人管他叫四郎主 影视剧里为了烘托气氛 把他吹得神乎其神 实际上相比阿古打时期的女真将领 他就逊色很多了 不难发现假如没有宋朝皇帝的侧肘 中原地区随随便便的一个民团 都能打得金乌珠满地找牙 1127年就是这个金乌珠在和尚园 被宋将吴街摁在地上摩擦 要不是蜿蜒楼市 带病相救 他也肯定成了野狗粮了 1129年金乌珠作为统帅 率领大军指导南宋首都建康 为了不重蹈靖康之负责 宋高宗带着嫔妃跑到了海上 据说金军袭来的时候他正以爱妃黑黑黑 结果惊吓之余落下了毛病 那以后生活就不会自理了 皇帝流往海上 寻龙无首 但对宋军来说 却成了一件好事 皇天荡的韩世中 牛头山的岳飞 没有皇帝的掣肘 宋朝将领们可以放开手脚 收拾这个金乌珠 四郎主了 这时的宋高宗赵过好像也已经开窍了 他开始放开收脚 让手下将领们自由发挥 结果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南宋产生了一批忠勇的将领 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岳飞和他的岳家军 福徒 俗称佛塔 出家人元祭后装舍利子的地方 说白了就是僧人的坟墓 不管你是铁福徒还是木福徒还是装福徒 都是一样的作用 金乌珠当年的精锐部队也叫铁福徒 人与马浑身中甲 用铁链相连 有人管他叫铁甲连环吗 有一段时间 金乌珠率领铁福徒 无情的碾压宋军 最终 还是碰见了对手 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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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飞与金乌珠之间只能说是棋风对手 不过在长时间的拉锯战之中 岳飞总能略胜一筹 眼看自己打不过岳飞 于是金乌珠就开始犯坏 玩人 说起来也是好笑 照够就好像是金国人留在南宋的卧底 在金乌珠的一通神操作下 宋高中造构 把宋朝的国家栋梁 自己的左膀右臂岳飞给喂了野狗 这句台词很经典 玩人丧德 玩物丧志 最终金乌珠靠玩人丧德 战胜了岳飞 但是他也不好意思再去打南宋了 虽然是个常败将军 但金乌珠还很忙 跟南宋一和后 他就开始准备围剿北方的何不乐汗 金太宗万年无期满 生前最后一次派大将胡杀虎率军 征讨何不乐汗 结果折戟沉沙 大败而归 何不乐汗乘胜追击 接连拔掉了金国在草原上修建的27个团寨 可着实让这位小皇帝蜿蜒胆坐立不安 他马上召见金乌珠 让这位皇叔亲自披挖上阵率领八万铁富图 北征何不乐汗 这里插一句 到现在为止西方人还是闹不明白 为什么重骑兵打不过轻骑兵 因为西方的重装骑兵 也就是骑士旁边总是跟着两个轻骑兵 打仗靠的是重骑兵 轻骑兵只不过是重骑兵的仆人 重骑兵靠的是坚卜可摧和他的冲进 这种作战理念跟铁富图是一样的 不过这次金乌珠遇见的 可是运动战专家何不乐汗 蒙古人经常是游记四出 不按常理出牌 打的铁富图丢盔卸甲 哭爹喊娘 最终金乌珠带去的八万铁富图 有七万多留在了草原 成了野狗粮 这里我帮你总结一下 你不会套马和围猎 就指挥不了骑兵 蒙古人的骑兵战术 都是从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